备受欺负的矮挫胖男人参加同学聚会 竟然领来了一位身材火辣的老婆 全场的人都不敢相信 小胖狠狠打了那些霸凌者的脸 两人在舞池里贴身热舞 三个男人怨念地盯着他们 搞不懂当年的书呆子是怎么娶到这么性感的妻子 其实这个女人是个机器人 小胖名叫万尼亚在科学中心工作 她借植物之便偷来机器人撑场面 还给对方换了一张堪比抄模的脸 以及一个完美的身体 不过女机器人是军事专用 能一拳打烂墙壁 身手比特种兵战士还要好 万尼亚一直教育她不要随便打人 为了更爽快的气死高中同学 她还找了一双朋友定了假胸 就这样战斗机器人被万尼亚改成了大众情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同学会 等万尼亚一去卫生间 大家就围到美女四周搭讪 结果人家一片担心像老公 狠狠羞辱了几个男人 明里案里表示 你们给万尼亚提鞋都不配 几人自尊心受挫 竟然顾忌重施 跑去围堵万尼亚 又搞起高中霸凌同学的那套把鞋 领头的人刚想一拳打过去 却被美女一把抓住 整个扔到了窗户上 剩下的两人也不是她的对手 只有乖乖挨揍揍的份 万尼亚害怕事情变得严重 急忙拉着妻子离开 还贴心地给机器人穿外套 走到半路 遇见巡逻的警察 对方一看见靓女配搓男 误以为美女是个硬招女郎 问她晚上的收费情况 结果被机器人一拳打倒 车上的警察见状刚想偷枪 谁知美女一个起跳动作 瞬间扑到挡风玻璃上 徒手砸烂玻璃 吓晕警察 万尼亚赶紧领她回家 男主打算明天再把机器人送回去 但床只有一个 睡觉要怎么安排 万尼亚羞涩地问要不要挤一挤 不料惨走拒绝 她沮丧地坐到床边 嘱咐机器人没事做就去打扫卫生 对方察觉到万尼亚不想睡觉 问她需不需要帮忙 男主文言欣喜肉狂立马点头 没想到机器人走过来给她一个熊抱 活活把万尼亚勒晕过去 第二天她才从昏迷中清醒 万尼亚发现家里焕然一新 到处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机器人正在替客厅换灯泡 万尼亚打断对方 现在要赶紧动身回实验室 不料爸妈刚好过来 老夫妻一看儿子藏了个美女 眼睛都亮了 胖爸还一直问儿子怎么做到的 机器人马上自我介绍 编了个名字艾丽娜 还说她是万尼亚的妻子 男主无奈只能跟着圆谎 说以前上学时认识的 刚从结婚登记处回来 两夫妻彻底惊掉下巴 他们本以为儿子要孤独终老 没想到暗自钓了条大鱼 胖爸马上提议去餐厅庆祝 就这样四个人一起去吃午饭 期间胖爸一直嘖嘖称奇 胖妈看不惯老公没水准的样子 主动问儿媳 为什么不吃东西 不曾想爱丽娜语出惊人 一脸微笑的说我没有胃 万尼亚急忙解释 这是在减肥的意思 爱丽娜喜欢讲无厘头的冷笑话 两夫妻听了赶紧尬笑 万尼亚凑近机器人身边提醒 谁知对方猛的捂住胸口 她健壮把爱丽娜交到卫生间 嘱咐机器人别随便上网 乱学一些有的没的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卫生间 看到里面站了个美女 就猥琐的凑过来搭讪 结果被爱丽娜一巴掌护进隔间 万尼亚倍感头大 得抓紧想办法纠正错误 她要回实验室 抹除改造机器的数据 以防止上级发现机器人失窃 而爱丽娜留下来陪爸妈 好好扮演儿媳妇的角色 机器人按照指示 带父母四处游玩 三人在湖边散步 爱丽娜把嘴里的食物吐掉 她不能吃人类的东西 老两口觉得奇怪 但没有多问 胖爸走到爱丽娜身边 问她是怎么看上自己儿子的 爱丽娜实话实说 我是她偷来的军用机器人 被万尼亚改造成了女人的样子 胖爸听了哈哈大笑 称赞儿媳妇可真幽默 这时一个小贼抢了路人的包 爱丽娜淡定的伸手抓住包袋子 小贼被她的力量灌倒 恼羞承诺地爬起来 让爱丽娜放手 她见女主没反应 竟然掏出刀刺向对方 爱丽娜依然毫无反应 一头将小贼撞晕 机器人把包还给路人 胖爸惊讶地捡起弯了的小刀 这下终于信对方是个机器人了 另一边万尼亚回到公司 意外看到门口围了很多警察 实验室里站着一个黑衣男 正领着手下四处搜查 原来机器人失窃已经被发现 他们认为是外国间谍闯入 万尼亚找机会溜到机器旁边 准备删掉改造数据 她瞄到一个提水桶的人 故意说那不是实验室工作人员 引开黑衣人的注意 趁机删除改造爱丽娜的数据 然后再给清洁工解围 黑衣人拿出U盘 让她插到电脑上 万尼亚听话照做 屏幕上立刻出现位置定位 原来机器人身上有位置芯片 黑衣人锁定坐标后 带着鉴定科去追人 万尼亚马上给机器人打电话 让她关掉体内的追踪器 但爱丽娜表示自己没有这个权限 万尼亚只好约对方在地下车库见面 她带了一个装备 应该能检测出追踪器的位置 可扫遍了全身都没有结果 爱丽娜提醒她脑部还没有检测 万尼亚光注意对方的身材了 确实忘了头部检查 一扫描果然在耳朵附近发现了追踪器 两人先进入商场找藏身处 这里鱼龙混杂 领头的黑衣人罗夫 不知道机器人长相 他们暂时是安全的 万尼亚到卖五斤的地方找电钻 结果身上没有带钱 店员建设起义 想让爱丽娜给点好处 不料被机器人当场打晕 两人拿着电钻去卫生间 万尼亚用电钻打开加固设置 机器人的耳朵马上打开 两人在卫生间忙活 来上厕所的路人听到了声音 很容易就想歪了 马上去找商场保安解决问题 八卦的保安趴到隔街门凤头看 误以为两人在厕所擒热 万尼亚不明情况 干脆的冲掉追踪器 带着机器人打开隔街门 保安看到她面露惊讶 悄悄地问万尼亚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 男主露出得意的神情离开 没想到出门就撞见罗夫 艾丽娜机智地站在镜子前装路人 罗夫觉得万尼亚很可疑 派人把她带走 机器人见状悄悄跟上去 一巴掌打飞后面的男人 然后踹开其他手下 平头男见状一拳挥向女人 不料手和打到铁板一样疼 罗夫见状认出这就是机器人 指挥手下拿下她 平头男文言掏出手枪 结果被艾丽娜一脚踢掉 机器人抓住手枪对准敌人 万尼亚马上制止 艾丽娜只好调转手枪 一枪拖砸晕不远处的罗夫 随后带着万尼亚逃离商场 由于穿高跟鞋太麻烦 机器人还中途变了个装 两人开车离开商场 没想到被警车拦住 万尼亚嘱咐她不要闹事 艾丽娜戴上墨镜下车 气势汹汹地走向警车 警察见状明枪警告 可是机器人还是不断靠近 小警察只能开枪打对方的腿 谁知眼前的女人猴发无伤 两人察觉情况不妙 索性开枪扫射 艾丽娜淡定地走过去 夺过手枪射伤警察的腿 然后一把推开挡路的警车 她坐回车子让万尼亚发动 男主气愤地警告机器人 不能随便开枪射人 但她很感谢艾丽娜出手相救 机器人表示不用多谢 因编程规范 她必须保护系统管理员 万尼亚觉得这机器人没请掉 提醒对方脸上卡了颗子弹 艾丽娜文言拔下子弹 脸上的皮肤瞬间恢复远样 两人把车开到一处荒地 万尼亚为未来的事感到烦恼 现在机器人的长相已经曝光 发布个通缉令找人轻而易举 她想跟认识了十年的研究主管谈谈 但是不能贸然打电话过去 万一通话过程被监听就倒霉了 艾丽娜在脑内搜索了一番 发现实验室还未发布相关新闻 说明他们不想将机器人的事情曝光 眼下两人需要一辆新车 还得用假身份证住酒店 这些都得有钱才行 可他们身无分文 怎样才能短时间内搞到大量现金呢 艾丽娜有个想法 两人来到一处地下拳场 艾丽娜轻松说服主办人 她只要打赢对手就能获得酬金 与艾丽娜对打的女人叫鲨鱼 是个重量级选手 浑身肌肉球节 看起来像是巨型小山 她是拳场的长盛将军 万尼亚担心的吐了口气 而主持人介绍女主登场 大家看到的是瘦子 立马虚声连连 觉得艾丽娜肯定要被打残 很快比赛开始 全场高喊鲨鱼的名字 与拳手猛地冲向艾丽娜 不料机器人一个闪现掐住她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艾丽娜面无表情的抬手 将鲨鱼整个提到半空 随即不懈地把人扔出去 比赛开始几分钟就结束了 大家忍不住惊呼 全场老板倒是老实 乖乖把钱交给艾丽娜 机器人却没有收下 让老板帮忙搞个假证和新车 当晚主角潜入研究主管家 万尼娜简单说明情况 主管听完一脸震惊 男主还挺有才华的 战斗机器人能改成这个样子 主管确实知道一些内情 有个间谍盯上了机器人 也在暗中准备偷窃 没想到被男主先下手为强 万尼娜的行为很可能惹怒了间谍 主管知道男主偷机器人的原因后 愿意提供帮助 不过在此期间 万尼娜最好找地方躲起来 事不宜迟 主角两人立刻动身 谁知车子没开多久 又被警察盯上 艾丽娜让万尼娜踩出油门 随即躲过方向盘开车 她冷静果敢 把小汽车开出方程式赛车及时干 轻松甩开了追兵 不过有警队堵在前面 艾丽娜下车与其对峙 不料罗文带来了新武器